枪声连发近距离拍摄 以色列在边境架设的高塔 士兵连续开枪 这是黎巴嫩真主党公布的影像 他们企图摧毁已军设置的监控设备与哨战 面对北边黎巴嫩蠢蠢欲动 以色列加强北境的防卫 坦克车驻扎 大量士兵来回巡逻 更安抚当地居民 CNN获准进入北部边境的管制区 走入独家通道 明显气氛更加速杀 这里的以色列士兵不能露脸 必须向真主党隐瞒身份 他们认为跟真主党的战争将是残酷的 只是如果必要 他们也不怕上战场 担心离巴嫩开火 以军预防线撤离边境两公里范围内的军民 所有人都得离开 一共撤走28个聚落 保障居民安全 真主党也被美国视为恐怖组织 根据纽约时报报导 对于以色列进入加萨 离巴嫩边境可能开启第二条战线 只是以色列一旦父辈受敌 这样状况恐怕也非美国乐见 TVBS新闻叶俊宏陈玉文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